老杨到处说 读一个通知 4月17号 这个星期六 北京时间中午12点到13点 我们再做一次直播的互动 欢迎大家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好吧 我们言归正传 继续来谈一下 一个比较经久不息 最近的焦点话题 就是缅甸 缅甸现在史上有两次大的折腾 引领了这个国家走向灾难 两个高大上的口号 一个是国家独立 一个是社会主义 折腾不是生产力 因为乱折腾 缅甸从曾经的亚洲第一 到了现在东南亚的垫底 我这里推荐了 署名老猴的一个文章 细说缅甸的前世今生 我们今天谈起缅甸 给人们的整体的印象 就是封闭分裂 武装冲突贫穷 落后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缅甸作为英属殖民地的时期 缅甸的人均GDP 曾经是亚洲第一 是绝对的富裕国家 缅甸的近现代史上 由富裕走向贫穷 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个是1948年的独立 实现了缅族独立 一个是1962年 奈温军政府政变上台 第一个转折点 实现了缅甸民族的独立 又是缅族的独立 或者多民族的独立 它呢也从此摆脱了 所谓的西方的文明 第二个转折点 就有意思了 多党民选体制 经过了军事政变 奈温将军上台 变成了一党军政府体制 党军体制或者军国体制 从此军政府成了缅甸的魔咒 从62年一直到现在 经久不息 即便是前十年的民主联盟执政 也能难摆脱不了军政府的控制 两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引领国家走向灾难的 有两个高大上的口号 一个是民族独立 一个是社会主义 民族独立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 半殖民地的 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过程中 是有进步的意义 但是缅甸的民族独立 走的是另外一种 奇形怪状的一党军国体制 也是奋力的挣脱 西方先进文明的羁绊 自己去探索一条 缅甸的特色的国家 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里今天主要介绍 缅甸的第二个转折 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做了他的艰苦的探索 积极的探索 21世纪初 也在2000年之初 在缅甸投资占第一位的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曾经就访问缅甸 多次的建议 缅甸军政府要成立自己的政党 用政党的形式去参与政治的事务 进而完成这个国家的体制转型 推动民主选举 当然 其实缅甸的军政府以前 也有自己的政党 这是呢 赖一温还没下台之前 他有一个政党 叫社会主义纲领党 社会主义纲领党哦 话说 1962年的3月2号 赖一温 发到了不流血的政变 赶走了当时的乌鲁总理 接管了缅甸政权 自认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 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 定于尊 开启了缅甸军政府独裁的模式 奈文将军接管政权的理由 也很简单 民选政府对缅共 以及对民主武装缅北的民主武装镇压不力 外部势力对缅甸干扰太多 外部势力是哪里 当然最近的是中国 中国那个时候呢 对东南亚的共产党的支持 当然武装斗争的支持也不言而喻 所以呢 革命委员会 以1962年的4月 写了一份论述 作为国家发展的蓝图 很清楚 减少外国在缅甸的影响 并增加军事的作用 奈文是昂山素季 他爹昂山将军的战友 英国统治时期 仰光大学的青年学生 同时也是呢 投靠日本接受日本训练的三十个制式之一 是缅甸独立军创建人之一 是缅甸共产党早期的成员 必须说社会主义 也是奈文将军曾经的梦想 所以呢 1962年7月4号 奈文将军公布了缅甸社会主义 人类之间互相主持正义和友爱的精神 奈文将军 废除了缅甸独立之后 实行了多党民主议会制度 改推行一党专政 随后轰轰烈烈的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社会主义刚领党的领导之下开始了 奈文的社会主义 首先是从外国势力隔绝开始 对包括境外资金在内的企业 实行国有化 后来干得更漂亮的是柬埔寨 当时缅甸的经济70%掌握的侨民手中 其中以印度裔为多 我还以为是华人 印度裔为多 以印度裔呈存在英国统治的时期 是主要的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 到了1963年初 缅甸军政府宣布国有化法案 所有工商业经济命脉 都要从文族资本家和外侨手中 无偿的收归国有 国有化 从银行开始 外资银行 乔资银行 一律有军政府的联邦银行接管 其中包括中国的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 一业之间产权一组 1964年3月2号 缅甸通过广播宣布启动工商业收归国有的行动 电台波音刚结束 军队的直奔各个厂电企业 关闭大门 宣布所有资产归国家 一切权利一切财产归 規定企业要据实上报所有财产物业 否则坐牢十年 根据统计有一万五千多家的企业被没收 其中95%的外侨所有 对于外资或侨资的打击 切断了缅甸的外资的虚弱 缅甸就不止实施了国家独立 也终于实现了政治经济外交的孤立 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孤岛 在农村 1963年3月 奈文政府颁布了土地租电法 直接剥夺了大土大地主的土地 分给了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 这一点在山区缅北山区的缅甸共产党 做法完全一致 到了1964年1月 缅甸的两个出口商品 大米和木材 分别由军政府的农业局和林业局 独家经营 其他企业经营均属违法 1964年5月 奈文的眼睛盯住货币 宣布流通的100块50块大钞作废 民族资本家和外侨所持有的大钞 占流通货币的97% 10块钱5块钱的小钞占3% 这样的作废就意味着 有钱人一夜赤贫成为无产者 同时又对缅甸共产党严厉打击的奈文将军 实施的是比缅甸共产党更激进的特色社会主义 他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不大相干 是一种基于佛教的人文理念 佛教的人文理念 其指导思想是人际环境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的理念 天地 天地人和 众生平等 其实我们看懂的人知道 缅甸的社会主义和委内瑞拉 津巴布一样 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加官僚资本主义 奈文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上杀鸡其卵的资产掠夺 奈文有二分之一的华人学统 学中国共产党也学得很认真 本来他按理说是侵华的 但是文革1967年 华文学校与冲突 晾成了一起排华的血案 由此导致了中国对缅共的支持 由暗转明 缅东北陷入长久的割据分裂 奈文由于过激的推行国有化 缅甸发生了经济困难 1997年 社会主义纲领党提出放宽 对私人工商业限制的政策 73年又公布了私人可以投资 开办企业的条例 缅甸特色的改革开放 到了1974年 缅甸宣布更改国名 更改国旗 国名由缅甸联邦 更名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25年的折腾 终于在1987年联合国就宣布 缅甸为不发达国家 到了88年的8月8号 因为经济形势的恶化 缅甸爆发了全国游行示威 9月18号 缅甸军队接管政权 成立了以苏茂大将为首的 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宣布废除奈温的宪法 解散人民议会和国家权力机构 解散社会主义纲领党 废除一党制 实行多党议会制 五天以后 宣布国名由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改为缅甸联邦 苏茂的军政府 终结了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时重启了民主选举 90年缅甸举行大选 昂山素季的全缅民族联盟获胜 却马上就被军政府给软禁 92年丹内取代了苏茂 开启了另外一段漫长的军政府独裁统治 很多学者认为 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一个封闭贫穷排外的失败的案例 就这样了 让缅甸从一个亚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成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赖温搞得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不重要 重要的是独裁者 总是把社会主义理解成政体独裁专权 经济国家资本垄断 打着美好的旗号 许诺美好的前景 他没有说中国梦 他说缅甸梦 欺骗了民众 把国家变成自肥的乐园 让国家就这样走向灾难 跟人们料想了一样 严厉打击外资 乔治资本主义的同时 奈温的女儿 女婿 个人的产业做得风生水起 当单位政府限制他们发财时 他们开始采取暗中敌对的行动 02年3月4号 单位政府以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 对奈温一家实施软禁 同年9月 奈温的女婿和三个外孙被处于死刑 2002年12月5日 91岁的缅甸独立运动领导人 缅甸社会主义的推动者 军政府体制的创建人 奈温挂了死翘翘 所有的缅甸的媒体 和缅甸军政府对他的死 保持了沉默 悲剧是在这里 缅奈温死了 但是奈温主义 却留下来直到今天 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一个封闭贫穷 排外的失败的案例 缅甸从亚洲最繁荣的国家 之一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是失败的 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融合在一起的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 失败的 第二 缅甸的一党专政的军政府体制 给缅甸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生产力的破坏 也有众所周知的实践的结果 缅甸的国家从亚洲第一到东南亚 垫底时间不长 其实也就半个多世纪 这里谈到了中缅关系 中缅关系其实是地缘政治的格局 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带一路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缅甸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伊朗 在亚洲地区 缅甸是中国第一个走向印度洋的出海口 中国如何因应缅甸变局 如何从缅甸这样一种颠山导致的 从第一变成最穷 吸取更多的历史的教训 我们怎么面对缅甸的变局 考的不是聪明 考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大智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